前总统马英九 台北市长柯文哲同台出席228纪念仪式 两人简单寒暄 没有太多互动 马英九因为受邀仪式 引起部分受难家属不满 会中他再提供只30年 为平反228的努力 并特地穿上受难家属赠送的毛衣 这是两年多前 一位228家属亲手打好送给我们 象征228亲属跟我的友情 让我感到格外的温馨 马英九引用228纪念碑文 话仇恨与无形 希望台湾人团结和解对话 慈悲包容面对历史 并说相信柯文哲有跟他同样的看法 柯文哲也跟进引用碑文 呼应马英九 以前我都没有注意看那个碑文 经纪电台来特别去看那个碑文 后面最后那一段 也跟刚才这个马英九总统 还念的一样 有别于六年前228与马英九通台时 两度拒绝握手 柯文哲这回对马英九释放善意 而台北市议员苗柏雅 则是在马英九发言时 全程举牌抗议 要求真心悔过再谈和解 马英九的和解 如果只是嘴巴上面说的 却要来要求我们台湾社会 无条件的接受宽容跟包容 那这种强迫的和解 当然不可能让我们的社会进入共生 只会再次的又撕裂了我们的社会 对柯文哲脸书发文将228事件处理委员会 显成是反抗据点号召起义 IPY区历史 苗柏雅也要求柯文哲道歉 问题是后面那个政府与国家机器 进行大规模破坏 这个已经把它定掉了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前面你们就不要计较 柯文哲定调228事国家迫害人民 脸书也已经把叛乱意涵修改 让大家别那么计较 所以你觉得你的用之前是有不到 这个哦 等一下私底下再跟你讲 新坛是郑一豪刘志盈谈多报道 我说别偷偷偷偷地